回来 回来了 对 我买了点水果 一起吃啊 好 今天事谈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就好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回来路上被人叫住了 比赛加油 我心中永远的第一名 你每天笑笑笑 徐丽娜 那晚上就去上次订的餐厅 几个小组一起吃饭 好 你们有几个人 朱运 我们先走 好 拜拜 我记得你高中憋以后 是不是换号了 我突然想起来 上次见你 帮我问你手机号 你也来参加比赛了 上次问你你还不说 名单上也没看到你名字 至于吗 这么藏着掖着的 我一会儿还有个小组会议 我一会儿还有个小组会议 大概七点左右结束 然后吃个饭没 不了 都是老同学了 这么久没见 吃个饭续续就嘛 我们小组也来一起吃饭 李军也来了 当然 你们挺能逼大招的嘛 我也挺想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本质 那我先走了 快迟到了 对 您把那个手机号跟我说 我信 我手机没戴在身上 号码我也背不了 真服了你 那下次再收啊 走了 老同学 这边 我家都得挺想到的 頭型的同学 没想到那儿 没想到那儿 我看要不要再决定 我看了 是你 应该要不想到那儿 然后我看 他大招的工具 二点 现在已经是一点四十了 问什么呀 点提交 要不再测试一遍 你都打包了还测试 再测试一遍吧 你都测试多少遍了 那万一这平台有问题呢 参赛平台一共就限制了三个 网络 联网 云联网 小学生都不可能搞出问题 但 这不是怕 这不就完了吗 就 这不就完了吗 这出息 这不就完了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留那么多时间出来 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对不起啊 你很讨厌方志静吗 明白 你不问原因吗 不问 万一原因不能让你幸福呢 即便没有原因也无所谓 谁都要凭情绪做决定的时候 你还会有办法吗 你还会有办法吗 要懂得适合而止 有些事情本来就没结果 要及时止损 少浪费时间 我都累了 你走吧 你们好啊 怎么样 紧张 紧张不紧张啊 我要告诉你们 比赛当天要采取的是 组长先上台阐述 评委当场打分的规则 阐述时间只有十分钟 然后呢就是作品的演示 朱月 课代表 老师 我的意思啊 是你们自己啊 先演示一遍 在短时间内啊 把作品的创新性 技术路线 应用前景 给评委和观众展示清楚 这一点很重要 知道不 知道了 老师 信科大那个USB加募项目 是不是内定了 张老师跟我说了 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 的确啊 有内定的传闻 说是 给一个特别奖 你们就别想那么多了 这都是咱们控制不了的 好好比 东西啊 是学给自己的 对吧 知道了 我还有课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拜拜 好的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你没听灵老师说吗 给他们了一个特别奖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最大的竞争对手走了 对我们拿好名字没坏处 我们机会更大了 没有机会了 他还是会人模狡样地 站在台上 光鲜亮丽地讲那些 获奖感言 没有人知道他有多龌龊 也没有人能撕下 他那虚伪的面具了 这个事件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再说了 通往胜利的道路有无数条 你堵住别人一条路 人家还是有无数条路可以走 李徐呢 他人去哪儿了 这家伙好几天没回来了 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不知道是来比赛的 还是来旅游的 我累了 我回去睡一会儿 ibilidad说 两就说 都知道 有什么 prompt 在前进剑 有什么单元 它戴等了 我跑了 这一会儿 未 vida 也很ünkü 灵人呢 他要批诃 时东一起 不能目 我觉得我们没问题 公主 来看看 少来 李循呢 不知道啊 怎么办 公主啊 还不知道吧 你们这次可是一等奖的 真的 那你呢 我没法跟你们比 我就是个特别强 连跟我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是不是很失望啊 李循呢 又没来啊 他有事 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也不给机会而膜拜一下 大爷就能拿到这个成绩 真挺不错的 回头咱好好聊 走了 这人脸皮可真厚 你把好看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南驿大学基于交换机的局域网 儿童攻击日防系统 获奖者 高建宏 朱韵 李寻 一起上吧 你去吧 谢谢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次大赛的一个赛赛的争品 在参赛结果中脱落而出 提前能得到签约几位 我们举办本次大赛的目的 本就是为了促进企业和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 这个作品为我们卖出第一幕 因此呢 这个大赛设置了一个特别奖 获奖单位是信息科技大学USB智能加密转接口 参赛者方智静 王愚军 张硕 好 同时我们也邀请本次大赛的赞赐商 华科科技女先跟次领导上台为他们颁奖 谢谢 我去给林老师打个电话 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两句作假感言 可以 可以 大家好 我是房志静 谢谢 在这里呢 首先要特别感谢此次组委会 能帮给我们这个特别项目 其次 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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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最近学校里有很多的风言风语 有是我寻思舞弊的 有是我挖门盗洞的 本来呢 轻者自轻 没做过的我也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 但是这样对我团队的其他成员 非常地不公平 所以我在这里 郑重地向大家澄清 我方世静 从未做过违反比赛规则的任何一件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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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负责任的毁谤也好 诬陷也好 都是对本次信息大赛名誉的损害 更是对本次大赛公平信息 公正信息大赛 你做的这个豆腐渣能拿特别奖 就是对大赛公平性的侮辱 是李萱吗 是李萱吗 这谁啊 李萱 怎么了 你怎么玩消失啊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赶快这儿去了 你怎么玩消失啊 变得さ不可能 你怎么还对不下去 你怎么玩消失啊